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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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瑟解梦 我们讲到说约瑟告诉法老 你做的梦是一个梦 就是埃及会有七个风年 然后会有七个荒年 荒年很厉害 会把风年都吞吃掉了 那我也说 这是约瑟解的一点都没有错 但是不只是对埃及是真实的 我想对整个人类 个人都是真实的 就是我们人生的丰富 到最后会被死亡 被衰老吞去 国家民族文化个人都是这样 在圣经里面 以赛亚书第九章有讲到说 人好像在吃肉 吃了别人的肉 啃了别人的肉 还是一样饥饿 好像梦中喝水 喝水喝了一大堆 还是渴 我们也想到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圣灵界的作者说 你们为什么要去买那些 喝了仍然会渴的水 买那些吃了仍然会饿的肉 到上帝那里得到 不要钱 喝了永远不会渴的 丰富的活水 耶稣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新约里面 应验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今天也再一次地 恳求弟兄姐妹和各位朋友 让我们认识上帝 追求上帝 只有在渴慕认识上帝里面 信靠上帝里面 我们才能得到满足 否则人生的一切 就是喝了 丰富了 到最后还是渴 而那丰富的是短暂的 那饥渴的是长存的 埃及是这样 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 甚至因为饥荒甚大 不觉得先前丰收了 人生这么多苦 我们怎么能记得那些丰富呢 事实上如果您有过风光 再垮掉 那就更难过了 当然有些人比较乐观 比较达观 他可以再起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人 像有名的邓小平先生 就是三起三落 但是再起到最后 如果入土 那个时候就不能再起来了 死亡会把一切都拿去的 我们需要信靠上帝 32节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必速数成就 那为什么你这个梦要做两次呢 一次就够了 因为神要你印象深刻 如果只做了一次 也许你还不会从梦中惊醒 然后也许你会跟旁边讲一讲 但是不会把所有的术式 集合起来 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要两次梦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这我们已经讲过 好像high definition TV一样 让你非常的清楚 连那是母牛 连那个七个 连枯稿细弱 细节都讲得出来 让你知道 这真的好像是真的 不是栩栩如生 甚至胜过真实 然后当然约瑟的解释 可能叫你更觉得真实了 这个事不仅是命定 而且是数数会成就 神所说的话 神所应许的 不管在梦中 或者是圣经里所预言的 或者我们平常 推测的 像气象推测 明天台风会来 或后天会来 或者是今年景气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 不一定会数数成就 有的时候会迟言 甚至有的时候会错误 有的时候会更快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约瑟既被圣灵感动 他就知道 一定会数数成就 但是我们又想到了 数数成就 你又能数数多少 你能知道多少 我们在看到先知 我们看到像约瑟这么聪明的 还有其他许许多圣经的先知 我们都有一个感动 就是神如果不起事 人一无所知 就算神起事了 人能知道也有限 这个数数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不知道 应该是约瑟一座宰相以后 马上就开始了 可是另外一个数数快快 我们就不知道了 当耶稣说他会快来的时候 我们真不知道那快怎么解释 好像没有很快 好像我们等了两千年 耶稣还没有来 不要讲耶稣再来的事情 我们讲很多的事情 包括圣经里的应许 神会安慰 会帮助 会扶持我们 那个什么时候才安慰 才帮助 才扶持 是永远的帮助 那就是一刻都不会离开 可是在我们肉身 有的时候经验 好像上帝很多时候 没有来帮助我们 好像他的应许是单言了 我们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 求主让我们知道 我们信靠上帝 神做事 不会单言 都是最好的 好 法老的梦到这里 法老有两个 其实是一个梦 梦间的重点就是说 会有七个丰年 但是别高兴 后来会有七个荒年 荒年会胜过丰年 法老梦就是这样 要解释也应该是这样 这里我们真的想到 现在的这个诠释学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你讲诠释 讲hermeneutic 讲interpretation 我们实在不是 只是把一段经文 或者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梦 解释说 它是什么意思 就算功德圆满了 我们解释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解释 新约 旧约 奇事录 很多 难解的也好 丰富的也好 上帝是爱 约翰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解释出来了 那个解释出来 不只是说 把文法 把历史 背景解释的 头头是道 面面俱到 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很重要 没有 就没有解释完 各位 我再说 约翰的梦好像解完了 因为法老梦就是这样 七个疯年 被七个荒年吞吃了 就是这样 而且很快就会发生 也就是 埃及就等着悲哀的事发生吧 不是 各位 很奇妙 如果我们解圣经 只是讲它历史意义 文法的意义 文字的意义 很多人在神学院学 就学这些 那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说 虽然这一部是要很小心 就是一段经文 最起码在圣经里 圣经整本 一段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你解释出来 不只是把它的意思解释出来 还要把人间的问题解决了 才算解释对了 你要用经文解决了问题 才算是解释的正确 神爱世人 甚至将独生 赐给他们教一切 信他的不致命 往反得永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道成肉身 耶稣为我们死 做成了这句话所说的 那个才有意义 然后圣灵把这个话写下来 然后感动使徒 把这个话传遍到世界 让人听到 让人领受 让人经验到这句话的真实 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然后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主 我们经验上帝的爱 被上帝拯救 我们不灭亡 我们得到永生 我们胜过罪恶 胜过死亡 胜过魔鬼 那才算解决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解释 正确解释 恐怕要到主再来 才是正确解释完毕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必须说 你把它文法 把它历史背景讲出来 也算是一个据点吧 但是更好的据点是 你继续地去应用 去传扬福音 去叫人信主 去叫人脱离神的阵怒 去叫人被拯救 继续地去 继续地做 好 那在这里 我们能够继续多少呢 哦 各位 的确不是十四年 就七个封年 七个荒年 讲必定会这样就完了 你还要想办法解决 而且那个解决 不是对这七个封年 七个荒年 还有约瑟自己的问题 约瑟家庭的问题 啊 基督徒的问题 基督徒的问题和答案 可以一直写下去 到最后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在将来 新天新地里有没有问题 可能有吧 因为没有问题就没有挑战 但是那问题 都能被上帝来解决 感谢主 今天在世上也是一样 好像那个梦就把 到这里就结束了 解释也结束了 但是约瑟继续讲 这个继续的部分 在梦里原来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在应用圣经里面 圣经也没有讲 康来昌要怎么生活 也没有讲康来昌要怎么讲道 但是你我都是一样 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应用 下面约瑟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个解决是在他所听到的梦里面 没有给他的 他看到的 他知道的 神启示出来的 启示给法老的只是梦 然后在启示给我们这些读者的 大概也只是这些梦 和梦的解释 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梦的话 这个梦上面讲说 命定这个事 不会改的 一定会有的 七个封年 然后有七个荒年 然后快快来到 然后封年会被荒年吞吃 这是一定的 可是各位 在完全没有违反自具的意思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梦实现了 完全实现了 可是结果却不像是 好像梦的字句所讲的 注意 那个梦的字句是讲 封年会被荒年吞吃掉 可是各位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荒年救了封年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记载的话 那七个荒年 可能没有死一个人 本来不知道 也有饿瓢死多少人 但是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死 起码就圣经后来的记载来讲的话 七个封年 没有被七个荒年吞灭 或者也被吞灭了 因为圣经的话一定会实现 吞灭就是埃及变得非常的饥饿 但是呢 另外因着约瑟 七个封年 救了七个荒年 这是在那个梦里看不出来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 圣经都是神的话 完全的丰富的 但是却是活泼的 当我们在解圣经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在执行上帝预定的命令的时候 当神的旨意在教会身上展开的时候 我们绝不是木偶在那里 没有生命的被操纵 神命定计划 每一件事 每一个细节 可是人却在祂计划命定里面 有非常丰富的自由 有想不到的意外 因为我们人是弱小的 我们人看不到未来 我们只能就上帝给我们的话 像约瑟一样 祂也看不到未来 祂就算看到会有七个封年 七个荒年 祂也看不到 祂居然是要解决这件事的人 祂就算看到了 祂心里想 非舍我其谁 祂也没有看到 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 祂也解决了自己和兄弟 和以色列人和祂父亲的问题 各位你看到没有 我们人在这个画中 人在这个剧中 人在这个人生当中 人在这个征战当中 我们都被上帝所定 我们却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 神告诉了你 你知道多少 但怎么应验 你还是不知道 我们人何等的渺小 神又何等的伟大 神又何等把他伟大的智慧 给我们这些渺小的人 法老的梦 没有告诉约瑟该做什么 因为梦只有讲七个封年 会被七个荒年吞吃 但是约瑟在上帝的指示之下 却能够讲出以下的话 三三节 所以 前面讲只是说 大家有问题啊 我们埃及会碰到大问题啊 而且解决不了 而且是命定的 下面却是说 所以 神的预定不排除 人该有的努力和智慧 甚至神的预定 加添了我们 更努力 更负责任 更乐观 因为万有在主的手里 我们就更乐观 更积极来解决问题 法老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牛和税子告诉你 会发生什么事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能解决这些问题 派他治理埃及地 派他来治理 他有聪明 有智慧 各位 我们不轻看聪明和智慧 这是上帝给的 但是我们更不能因为有聪明 智慧而骄傲 不管你有多大聪明和智慧 不管是属灵的 属地的 属天的 一旦骄傲就通通变成属地的 不管是怎么样的愚笨 天生的愚笨 后天的愚笨 你只要愿意信靠上帝 那个愚笨里面 神可以拣选 可以产生非常美好的结果 你拣选一个聪明 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各位 其实不只是埃及全地 整个埃及的历史 都因为这件事改写 也不是埃及的历史 埃及的全地 历史 地理 整个宇宙 时空 都在上帝的手里 神把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能力 给了那些敬畏他的人 那些敬畏他的人 将来要跟上帝一起 跟耶稣一起 坐在宝座上 治理新天新地 我们今天 其实就开始 做这样的工作 具体而为地 做这样的工作了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他再一次提醒 法老你要这样行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聪明 有智慧 问题都是人造成的 当然了 大自然也有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最终说 一切在神的计划 预定中 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 我们相信 然后就人间来讲的话 我们倒不是说 人定胜天 我们也不是说 人胜不了他的命运 我们基督不相信命运的 我们相信神的掌管 我们要说 人在上帝的手里 就非常奇妙 就算不信上帝人 人也在上帝的手里 问题啊 再大的问题 如果有正确的人 总可以解决 基督教 非基督教 都是这样 我们看各国的历史 历史 历史还是在人的身上显出来 各位这一点 我也要请各位原谅了 历史是谁写的呢 这几十年 甚至这一百年 恐怕比较流行的是 比较集体的史观 集体主义 好像很贬个人 我却觉得 历史是个人写的 像卡莱尔一样说 是英雄史 哎呀 我们一般人呢 都不能成就什么事情 真正成就事情的 是那英雄 不管这英雄 是抵挡上帝的 像那个凝露 是世上英雄之首 人类的历史里面 有好多这样的英雄 这样的英雄 造成了人类的历史 辉煌 当然这些英雄里面 有着抵挡上 如果是抵挡上帝的 他所造成的 也有非常多的丑恶 他不管在科学 在智慧上面 所显出来的叫人称赞 他所显出来的残暴 残忍 成吉思汗也好 或者宁露也好 也是叫人叹为观止 明太祖也好 成吉思汗也好 汉泥巴也好 都是这样 问题的制造和产生 都是人 而且恐怕都是那些 比较天重英明的那些人 他的一个错误 叫多少人血流成河 他的一个正确 又救了多少人 我们不能不说 像中国近代 很多问题解决 我觉得恐怕是邓小平先生 我不是捧邓小平先生 我也不要这样 很多问题产生是哪些先生了 那会惹麻烦我就不讲了 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群众 大概就是这些 角龙式的人物 他们下面的虾兵蟹匠 我们都是这底下的虾兵蟹匠 很可怜 但神好像是这样做的 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 要找一个人 现在的史官常说群众 力量 我们不反对群众 我们也不否定群体 但是我们要说 还是个人在前面 他治理权地 当然也需要有官员来管理 不过我们又相信 风俗之厚薄 西之乎 这是曾国凡先生讲的话了 非常对 西之一二人之心所降往已 是一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 一两个人是领袖 甚至就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影响了所有的人 当然我也说 恐怕一个人 是不是能影响所有人 如果照世俗的讲法 有的时候也要看时 时间的时 运 气 这些东西 不过我们说 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讨论了 我们要说 也需要有好的来配合 但是如果一个领导者 上有好烟 下也好 如果一个领导者 他是有智慧有聪明 真的有智慧有聪明 有道德的话 那些官员也就比较能够配合了 好 现在这聪明智慧的人 要做什么呢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征收五分之一 我想可能农金专家 可以告诉我们 是五分之一的原因是什么 刚刚好这样 可以在七个荒年的时候 救急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 一切的粮食 剧练起来 积蓄五谷 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手下 各位这恐怕 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以前对这种经文 是不重视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大方向 七个丰年 七个荒年 然后更大的方向 由有中民智慧的人 来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技术上 怎么样就不重要了 当然还是重要的 可能就技术上来讲 这才实用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是五分之一 然后呢 这个丰年一切的粮食 剧练起来 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在丰收的时候 我想尤其到了第二年 第三年 甚至到第七年的时候 越后面越是这样了 约瑟要花很多的钱 建这些古仓 也要花很多的时间 力气去把这些多余的骨子 放到仓里面 真的像我们中国历史上 太仓之米 层层相应 已经多得不得了 已经烂了 已经臭了 可能不会烂 不会臭 臭了 烂了 就不能够管理了 我相信在这里 管理里面 剧练里面 包括这个仓库 要怎么样收 才不会烂 不会煤 不会有老鼠 各位 这都不是小事情 我相信约瑟要花 相当多钱 以前的科技 多差劲 现在科技很好 这个古仓里的米 会生黄蛆 黴菌 或者这些都还可能 人不能吃 以前恐怕更会了 更困难了 约瑟要花很多的钱 很多力气 建来做这些事 然后到第七年的时候 年年院生再到 年年院生越来越多 大家都可能告约瑟 每一年吃的都吃不完 你还急着在干什么 每一年吃新米 还来不及了 为什么还要把这些 每一年的米堆起来 花这么多的钱 浪费钱 现在收成这么丰富 每年吃不完 就丢掉 下一年 我们已经有六年七年 本来是一年两年 三年四年五年 到有六年的经验 有七年经验 每一年都越收越丰富 哎呀 以后会这骨子 不是人满为患 骨满为患 我们根本不要去收这么多了 以后农人也不要 那么多人去做农人了 也不要那么多田地 做稻田了 我们可以开发展经济特区 这里做IC厂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 就是当每年的农产品 那么多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预测一件事情 一年比一年更好 那盖什么股仓 丢掉算了 减少一点农田的范围算了 我们收得太丰富了 太好了 太多了 而且有这么多年做例子 我们干嘛 还要照约瑟一样 好像什么饥荒要来一样 各位 只有先知看到饥荒要来 别人看不到 而先知在本地本家 是不受欢迎的 一直到今天都是 一直到今天 我们不要讲约瑟那样 先知 你今天跟你的小孩子讲 要努力 要用功 我们不要说跟我们小孩子讲 跟我们自己讲 吃饭要健康 要运动 谁听 我们自己也不听 一直到自己 胆固醇过高了 心脏有问题了 我们才为时已晚的后悔 当年没听先知的话 没听医生的话 我们人始终在重写历史 我相信约瑟要做这件事 不容易的 是法老给他很大的权利 因为在粮食丰富的时候 要收集粮食 大家不注意吗 人都是这么讽刺 粮食丰富 我们就不收集了 到没有粮食的时候 拼命收又有什么用呢 有水的时候 我们不会节约用水 要节约用水的时候 又没水可以节约 人生真的 好多时候好讽刺 但是约瑟 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你一定要做这个事 你不收据就不行 积蓄五股 各种股类 收在各层里 每个层都要有 我相信这都跟他的管理政策有关系 然后这句话很重要 归于法老的手下 这个是直接管理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这皇帝的权力总是一个问题 皇帝如果什么事都管 他哪里管得了 尤其中国这么大 皇帝如果分给别人管 他又信不了 怎么办嘛 所以封建也好 中央集权也好 都是问题 我想中央集权里面 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就是明太祖了 明朝的时候 其实千古以下都行明治了 那个从秦朝开始 这个皇帝的权力就非常的大 但是大到底还有管不了的事 那就要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管就是什么 军权一定要抓在皇帝的手里 这个一直到毛泽东先生的时候 都是这样 抓在手里面 你师长啊 什么参谋总长啊 毛泽东先生就说 参谋总长黄永胜 连一个牌都不能指挥 不要说参谋总长 连军委会副主席林彪也是 都指挥不了 他要抓得紧紧的 而约瑟说 你不是要抓军权 你要抓粮食 如果你要救全埃及的命 事实上是普天下人的命 你一定要直接归在法老手里 这不是农业部长的手里 这是直接在法老的手里 这句话也很重要 因为到饥荒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哇 法老管理到这里 直接管理到粮食 多么的重要 要不然 各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开仓证粮的时候 常常没有粮可以证 贪官污吏都把粮食拿走了 约瑟 当然是上方保健 直接要把这些 归在法老名下 然后要有官员跟他配合 哇 真是 这个时候埃及真 以农立国啊 最看重农 因为只有约瑟看到 将来会有这样的危险 如果不现在预备好 将来就完蛋了 约瑟有智慧 有聪明 我们也感谢主 另外一个人也很聪明 就是法老肯用他 不过这我们要下次再讲 叶神的四伏大姐 能不能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湖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一样心靠的道路 因为雪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随便是 他们也感谢主 的 有职